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女朋友在这场灾难中过世 那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如果 如果她还活着 她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主宝设计师 所以你是为这事情伤心 还是因为这事情 连强到你自己 我不知道 如果唐明星的出现在我明星的话 我一定狠狠地走退一段 就因为她的优柔寡断 才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你知道吗 我也很想狠狠揍你一顿 我既有跟你说过啊 这个灾难跟明天 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临 你要珍惜身边的人啊 我一个 唐明一个 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放在你眼前 你在犹豫什么呢 你该不会是舍不得艾美啊 还是舍不得董事长这个位子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 你等什么 没错 我依然爱着苏莫 如果我和她中间的距离是一百步的话 我只需要她走完这开始的第一步 剩下的九十九步由我来完成 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她连这第一步的结果都不给我 她都已经回去这么久了 搞不好想通了呢 回心转意了呢 我都在给你慢慢解释 苏莫怎么会和你在一起 我有事 我先撤了 记得我说的话啊 苏莫人呢 你真是的 都不关心你姑姑我还能活几天呢 你只关心她 人家健健康康的 不需要你担心 不是 姑姑她怎么会和你在一块啊 她来医院做产检 我们刚好碰上 她就陪我几天 那她现在人呢 已经走了 姑姑是不是已经说了什么话 刺激到她了 她是一个孕妇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不行吗 我有那么刻薄吗 你自己还好意思说 人家刚刚跑到英国来 你就立刻跟前女友凑一块去了 如果换作我是她 我都不会原谅你 不是 姑姑这事我是能解释的 你不用解释了 我都没有办法可以找到她 姑姑 我想 你想怎么样都无所谓 你自己解释吧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你自己想起要该怎么办 千万别后悔啊 拜拜 你怎么了 你不要 我知道 我来点我就想干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帮不到你 前转的世界里 要搬到底几次 才能等到你 我说着不放弃 却越来越 勇气继续爱你 最亲密的距离 是勇气的呼吸 这么多痛都没能 的出息 都说已经不绝 等一下 我知道你现在最不想看见的人就是我 我也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希望死的人是我 不是小秋 没有人希望你死 珊珊 谁都不该死 你知道吗 小秋出世的那天晚上 我也割完了 要不是郑楚及时赶到 我就和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了 唐明你明明不爱我 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给我希望 你为什么不能彻底地痛快地伤我一次 还让郑楚来看我 还让郑楚来看我 孩子小秋的不是你是刘 不是任何人 是你 我恨你 你不能爱我还害死了我姐 她可是我亲姐 你 你说得没错 我同时伤害了你们两个人 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赎罪 我相信她还在 一直在我身边 我能看到她她也能看到 我能感受到她 她也能感受到 她也能感受到 你去哪儿 去大象区的地方 我爱你 我爱你 从来不曾后悔过 但早知道今天这样的结局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 我会选择姐姐 你先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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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你 是你 姐 你 我错了 你回来吧 我求求你 我真的错了 珊珊 爸 爸 我知道错了 你们别骗我了 行吗 让姐姐回来吧 我只要她回来 我什么都不跟她讲了 我全都让给她 我会好好陪在你们身边 做个好女儿 好妹妹 再也不胡闹了 行吗 珊珊 珊珊 小秋 她是不会埋怨你的 只要你回来就好 孩子 爸 爸 我对不起 爹 你老了 爸爸就是再老 要陪着你了 爸 别哭了 不 好了孩子 不哭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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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别这么说了 不哭了 不哭了 爸爸 爸爸 胡瓜 我是拖你 胡瓜 怎么了你 跟孙商吵架了 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 有事说事 你之前不是代言一个珠宝公司吗 他们要出新品了 正好让你过去给人 不去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好了 时间地点都已经定好了 那珠宝公司把定钱也给我打过来 你不能随便放人家疙瘩的 你说那个珠宝公司 是颜晓秋以前待过的公司吗 颜晓秋是谁啊 我闺蜜 你见过的 我想起来对 她是他们公司的 他们公司还有一个主设计师 叫陆瑶 两个小时以后起问 不是 我没跟你说完呢 信不害 胡瓜 胡瓜 没跟你说完呢 时间啊地点 你穿什么衣服 我带什么珠宝 我还没跟你说呢 我 我再跟你沟通一下 他先把那个通告稿告诉你 大白天鬼谷狼行的干吗呀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没事别总往我家来 他现在是有夫之妇 有夫之妇 我还是个经纪人 我是个男人 你没听他说呀 开车出去兜风去 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不是 胡瓜 胡瓜 你们两个一起好好欺负我 是不是 人生就像斗地主一样的啊 之前还有农民呢 现在变地主了 真是的 我们来了 阿韩 我在跟拉士海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们人类破坏了它的能力和宁静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像爱自己爱人一样 去爱这片大自然 去爱拉士海 故随着画家的相机 珠宝的发布会 在我发音之前 我想让在座的各位朋友知道 我今天站在这里的目的 是要为一个已故的朋友代言 这家珠宝公司最好的设计师 不是路遥 而是一个叫严小秋的人 也许大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因为在他身前 仅仅是设计师路遥的一个小处理 而路遥的大部分作品 其实真正的设计师都是严小秋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一款项链 是全国珠宝设计大赛的一等奖 不久之后 它就会正式上市 今天我所代言的 就是这一款项链 它的名字叫做 一锦清新 这么好的一件作品 而它的主设计师 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因为在不久前 它在立江因为救人而遇闹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媒体帮帮我 运用你们的平台 无论是网络 电视 杂志 还是报纸 什么都好 让更多的人知道 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设计师 它的名字叫做严小秋 这也许就是它唯一一件 这十年时的作品了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 记住它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来说它去 就之前 总设计师掌握属民权这个制度 我们做出了深刻的粉丝 公司将会为有才华的新人 提供更多的机会 主设计师陆瑶 已经引咎辞职 为了纪念严小秋设计师 公司将拿出一部分资金 用来培养热爱珠宝设计的年轻人 等我死了以后 我就要我心爱的人 把我的骨灰 洒在那天雪山下吧 小秋 你放手 我不会放手的 如果你要放手的话 我就一直在你待在这儿 小秋 我还不太想在这个地方 你放手 你想做的事 我都会替你完成 你没有看过的风景 我会替你走光 郑总 飞巴黎的机票 给您听在明天一早 这是和您一同去看秀的人员名单 您看看有什么问题 放这儿吧 我一会儿看 好 我走了 也许你再也不会看到这些话 我只是想找个地方说出来 你的情书我收到了 你的爱我也收到了 我会记得有个人曾经真心爱过 我需要留下这份爱意 而你已经不需要回复了 帮我把去巴黎的机票取消 我有别的安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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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球 今天很特别呀 接一个送一个 你干什么 哥 你没事吧 我这一拳是替晓秋打的 没事的 我该打 他现在已经这样了 你还舍得下手 中文字幕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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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 你怎么了 是陈嘉明又来找你了 那就是怎么了 你是想郑厨了 这手镯是他送的吗 是我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 叫小秋 是非常好的设计师 这个手镯是他设计的 他就像我的垃圾桶一样 我有什么事 都会用大树 别那么伤心 怎么了 死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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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就死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死 你知道我爱答应他要去领奖配的 我 你别这样伤心对保护不好啊 你想哭你就哭出来嘛 哭出来就没事了啊 你知道吗 一个人怎么就这样就没人了 之前还好慌了 不知是为什么你都看不到他 以后也看不到 我这样听了我想起他 他一直跟我说 让我好好地均住在一起 说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说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所以你更加应该振作起来 小秋说得对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对他都不在了 我觉得 你真的不应该放弃真处 真的 好好想一想 别难过了 我恐高 你恐高你还上来 我就是想克服恐惧吗 就是想借掉正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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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您的电话电话电话不显示 请查看电话电话后 啊 啊 你要吗 嗯 大天山 嗯 啊 给 对 姑姑 把我吓死了 我想死你了 你想我又不听我的话 叫你来你不来 不要你来你又来 你确定你想的是我 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 你知道苏芒在哪儿吗 就说你没心没肺的 我不知道 好姑姑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 我这次来英国是铁了心 要找到苏芒的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只是在医院碰到她而已 你以为我是神仙哪 谁都能找到 好 不帮忙就算了 我上大街上找去 喂 大晚上的你去哪儿找她 你现在啊 只关心那个女人吗 现在连姑姑都不用管了 你也是女人啊 我是例外 那年轻的时候 你也恋爱过 那个时候你错过了我姑父 你也希望我像你一样吗 你别跟我说这些 总之我跟你不一样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 那如果她这个时候出现 要带你走 你愿意放弃一切跟她走吗 我不知道 那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吗 我明天就要做手术了 等我做完手术慢慢再说 你先出去吧 好了 我就在医院里 有事随时叫我回来 你到底到哪里去了 你到底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这么久都找不到你 你是不是还不肯原谅我 艾伦 我给你订了今天的机票回国 飞行马上就要起飞了 你来这儿干吗 你先去吧 我马上就到 艾伦 相信我 好吗 艾伦 小楚 我好怕 小楚 我好怕 别怕 我在外边等你 小楚 我好怕 我真的好怕 小楚 我好怕 我好像快窒息了 我好怕 艾伦 你心里太快了 你心里太快了 这儿不太好 如果我现在进去 我一初步来了怎么办呢 那我就冲进去救你 小楚 我不要做了 我不要进去做手术了 我好怕 我好怕 我可不可以不要做 我可不可以不要做 你不能避免 医生的最好的机会 你必须清楚思考 美玲 配 â伙讨 二十多年了 你一点都没变 你倒是变了 变老了 但是依然还是这么帅气 不要吓我 对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以为你早已经把我忘了 前几天有个女孩 到我的新书发表会 她说你住院了 要动手术 让我来看看你 女孩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她叫苏芒 是个漂亮的女孩 苏芒 是她 她还说你一直要找我 想见我一面 我现在来了 有声话你要跟我说的吗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念你 我知道我们两个不会有结果 如果不是我当时 只想着自己的事业 不肯跟你走 我就不会错失我人生中 唯一的爱情 我只希望听到你一句话 你不怪我了 你不怪我 美玲 我怎么会怪你呢 就算是现在此时此刻 我对你的爱也没有少过半分 当初会分开不是因为我们不够爱 是因为你有你的事业 我有我的理想 现在我们各自不是很好吗 这本书 是为你写的 这本书 我务力的 我们教这本书 是为自己的 人们 我们不让我好 我们不个人 我们不把人 不再好 我们不一直不在 我们不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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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已经结婚了 有了自己的家庭 而且还很幸福 小楚 你和苏芒都还年轻 还有尝试的机会 而且我觉得苏芒其实是个好女人 不如这样 你就趁这个机会赶快把她追回来 好不好 伦敦这么大 找她很不容易的 伦敦虽然很大 但只要你用心的话 一定可以找到她的 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你们能够重新走在一起 等我病好了之后 我想 我一定要参加你们两个的婚礼 好不好 我替她答应你 好 我替她答应你 好 我替她答应你 你不怎么回答 我替她答应你 还没有 你不怎么回答 你不怎么回答